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串流平台的戰局 最近Amazon用了84億美金買了MGM 美高煤 和其他幾個串流平台爭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串流平台 就是Netflix 會員人數有2.08億 接著第二間叫做Prime Radio 會員人數是2億 接著第三間就是Disney Plus 總共有1.03億的訂閱人數 第四就是HPO有6400萬 四個有不同的公司去做這件事 現在最火爆的就是欠得最厲害的就是Netflix 就是他們有很多的原創的內容 有三成九是他們原創的 他們用大數據去看到別人的口味去做 但是這個串流是其中一個賺錢的模式 反過來Dizness Plus 除了有賺這個訂戶費用之外 其實很大程度去賺就是賺那個IP 因為他們這麼多年的累積 尤其是是以前迪士尼的卡通 還有近十幾年拍的Marvel裡面 他們有很多IP的角色是可以做到另外賺錢的東西 我想Amazon看中美高媒 都是因為他們有很多以前經典的IP 其實是可以再創造的 這個是需要一個時間去培育 因為如果你只是想拍片 不想培育IP的時候 就會像美高媒的下場 最後就會淪為被別人收購 反過來IP所引申出來的經濟效益價值 才是最大的 類似迪士尼有迪士尼樂園 那麽迪士尼樂園只不過是一個展示單位 那麽大部份賺的錢就在IP那裏 那麽迪士尼樂園賺錢不是那麽重要 賺錢當然好 因為它是一個cost center 它不是一個profit center 那麽如果它能夠打平 賺一點點就無所謂 所以反過來就是 這些平台其實大部份都是一個展示中心 那麽賺那個IP反而是一個更重要 今天想講的串流平台就到這裏了 有什麽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